很帅很像一阳千玺 你干嘛跟他分手啊 我们公司最近有跟女生失恋了 我今天要去开导一下她 你最近怎么了 咱就说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据说你是分手了是不是 这已经所有人都知道了 怎么了呢 我跟你说 真的很离谱 在为我们俩赚钱的时候 结果他是勾搭别人 天呐 太刺激了 其实我跟他 结果都很喜欢玩游戏嘛 但是我前一阵比较飙茫 想为咱们俩赚钱 结果很久没有上游戏 然后朋友的朋友就提醒我说 你去看一下那游戏里面发生什么 结果 我一上线 看到有只摇骑在他的头上 我当时整个大崩溃 他俩居然还是情侣名 然后在他后面又来找我啦 就是我觉得 就感觉没必要 失去了一个野王 还有很多个野王 但是 进入游戏 看到你男朋友头上 其实这一只摇 你想想你想想 反正就是很崩溃啦 我想不 我不玩王者 因为我只打英雄的英雄 那你就想想有只猫咪在他的头上 很气耶 很气耶 真的 你刚刚你们赚钱的时候 他就够大别人 我觉得不能 渣男 那后来你们分手了吗 当然有分手啦 他有来找你吗 当然有啊 那你不要再搭理他了吧 但是 还是会觉得很放不下 那肯定啊 养只猪都有感情 猪粉吃瓜两服务 诶 那他长得帅吗 他很帅啊 而且 你要是很高啊 有多高 18级 193 193 对啊 那你不要用去练情绪的吗 体育生 对啊 他皮肤也很白 皮肤很白 193 体育生 你这么说是好像还可以吼 那摇就摇 那又不是不会玩 但是吧 你偷偷摸摸 然后小三小四动作 咱就是不要 不能给任何渣男有一丝喘息之机 是的 你一旦给他们第一次机会 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然后你就会被他们认为 他就永远可以出过到你的底线 诶 你看 这我同学你 前男友 现在还来加我 而且他就是很惊悚 来来来 看看看看 是不是 很帅 很像一扬千玺 你干嘛跟他分手啊 这种情况他说你会不分手 不会 咱就是说没必要 这也是一个很过达的新时代女性 咱就劝告各位姐妹嘛 遇到重男的 你千万没有给他下一次机会 你有没有遇到过 那种世间你的前男友 我的故事应该不方便说吧 你有遇到你朋友 有世间他的 这很恐怖 不瞒你说 这种世间 怎么说呢 妄图掌控你的自由 对别人知道被覆盖的 这很难说 那你也会监控他吗 当然不会啊 他谁啊 那你以前也会监控他吗 监控不至于啊 那时候男女朋友 那就没有意思啊 就是掌控他的行动 这个是我前男友会做的事 就是苹果手机会有一个功能 只要你连接上之后 就能知道另外一个人的行踪在哪里 我的行踪都是最真实的 然后跟他分手之后 他有个朋友 就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有时候把卡换掉 反正就他的行踪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就是他用两个手机 一个手机是为了瞒过你 让你知道他其实 假装一直在宿舍 但其实他跑出去玩 嗯啊 很有心机啊 真的是就是 哎这种小心思很多耶 你要不要吃啊 不要 没胃口 你吃一点 不想不想 那吃什么 非常饱啊 稍微来一点也不是不行 对啊 人是铁饭吃刚刚啊 确实啊 我想想是这个道理啊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嗯 来一点吧 来来来来来 加一点肥肠很好吃的耶 来快搓动 哎这个汤我感觉应该很绝 嗯对 就有点汤吧 你真的是实力演绎了一位 为情所困 却备一碗非常饱滋育的牛肉 别吃又了别吃又了 开始吃了 嗯 好吃不错耶 你该不会现在吃完之后 马上想通了 又跟他复合吧 很难 喂 你刚刚还要我打电话啊 你来不吃门口干嘛 那我现在出来找你啊 哎我正常再吃一个肥肠饱 很好吃啊 我现在带你来找你 那是我吃过的啊 哈哈哈哈